留出一些白也没关系 留出来有时候反而还好看一些 但是在吐的时候呢 就尽量顺着这个结构去吐就行了 有些地方会深一些 有些地方会暗一些 亮一些 这个就是得需要去把它留出来 这个颜色多上一遍 你看多上一遍的颜色跟上一遍的颜色呢 它是有区别的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需要去注意了 这个地方还有忘记勾了一个 好到这里面 我们在用这个笔呢 就是马克笔把这个颜色给它填满之后呢 在填的时候也要注意就是这种光影的一种简单的一种光影的一种处理一种变化就行了 然后呢在错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看整个 整个主要画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就需要画完了 但是作为一个卡片来说 我们这种设计感 还有这种自作感不够足 那么怎么办 我们刚刚之前就是打好的那个格子呢 我们也可以就打好的那个方块 我们可以给它画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用马克笔 或者说你就用这个笔呢 在这里面设计一些画纹一些图案也行 比如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花边的呀 还有就是什么样长草的一些图案呢 我们都可以给它画出来 在这个你说框的这个里面 也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处理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颜色 找一个颜色 深一点的这个蓝色 我们就画上道道 找个这样一个蓝色 我们画上这样一种道道 我画上好 这种蓝色 这是什么样的 在这个顾边 invit击 不过去 你们都画上就说 我画上就算了 什么样的 这个样的 我画上就看了 一点点 我画上就看了 很多ters图案 我画上就看了 这种颜色 也没有 怎么看了 这种特色 也没在 19多年 这个样的 我们底下这呢 也可以给它画上一些 然后呢 我们看 最后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带有边方的这样的一个 一张明信片 那么我们做到这一步呢 就基本上整个大致的效果出来了 那么我们后面背景呢 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一种处理 也就是我们也可以找一些颜色呢 在这里面去给它涂上一些颜色 比如我要涂一个其他颜色的 这种亮一点的颜色 让它显得更刺激一些 好 在画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简单的做个处理就行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做这些 这方面的一些装饰 就是直接画完 画完然后简单装饰一下这个边 里面呢 想画画不想画就不画 那么 想画的 你就可以 或者考虑其他的一些形式呢 把这个画得更好 更漂亮 也行 我这只是提供一些方案 就是仅供参考 然后画上这样的一个图形 一个装饰 画完了之后呢 我们整个卡片的制作过程到这呢 就是已经是画完了 那么画完了下一步呢 我们就把这个画完了的这个卡片 拖表到我们的这个准备好的这个黑卡纸上面 然后我们看就用到我们双面胶 在这个背面 粘上双面胶 在背面 粘上双面胶 然后呢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 给它贴上去 然后尽量找中间 尽量找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 给它贴上去 贴在我们这个黑卡纸上 就找到这 尽量别贴歪了 贴在这个上面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贴在这个上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银信笔 就这种 在这个黑卡上面呢 签上我们自己的名字 还有日期 然后或者你给这个银信片呢 起个名字 也行 有个贺卡 银信片 然后呢 写上日期 写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日期 还有这个名字 名字呢 可以写在下面 这样 我们整个一个设计呢 就是这个刻的这个设计 包括这个画部分呢 到这里 这个视钞的部分就结束了 最后出来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 就是在这个 银信片 黑卡纸上面呢 做了一个 这样一个银信片的一个设计 就是洛克克风格的一个 服装室的一个设计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